那个时候就是在晚上在一个影视基地 然后那影视基地很邪就听说 女演员剧组自残吓坏导演 知名影星何润东在参加一档访谈节目的时候 曾经爆料有一个影视基地非常的邪门 当时他们在这个影视城拍戏的时候 同个剧组的内地女星似乎出现了中邪的情况 另外一个剧组有一个女演员 她指甲剪去夹自己的肉 然后就是当初都是邪 这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非常活跃 可是在一天拍戏的时候 她突然明确表示自己不拍了 然后独自一个人回到了房间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剧组的其他人都感到有些担心 不知道这个女明星的身上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所以大家集体过去敲她的门 可谁也没想到门里面竟然传出了一句话 你可以进来 但是你看到的东西自己可不要害怕 这句话可以算得上是诡异到了极致 也完全不像这个女明星嘴巴里面能够说出来的 就在剧组的其他人都略微感到有一些害怕的时候 终于有胆大的直接推开了这扇门 可却没想到这个女明星竟然用指甲刀 一下一下地捡着自己的肉 这件事情吓坏了所有的人 回想起其他的女明星也在这个影视城中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大家就想要尽快把这个戏拍完 因为谁也不知道待下去还会出现怎样的事情 何润东的这纸爆料在当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很多人都猜测他嘴巴里面的这个内地明星正是小仙女白雪 当年白雪曾经和张卫健谢霆峰等人 搭档拍摄了电视剧小月雨花无缺 在里面饰演了慕容仙一角 这个角色让她一夜之间成为了圈内爆红的一线女明星 可谁也没想到 在拍完自己的最后一部剧以后 白雪竟然莫名其妙地从娱乐圈中彻底消失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甚至有很多人都觉得她是不是已经遇害了 在外面的这些说法越来越离谱的时候 白雪终于重新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并且在里面晒出了自己的近况 虽然她显得有一些发胖 但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确是她本人没错 可仍然有很多的网友犀利地指出 她的眼神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灵情 是不是当年何润东所说的那件事情 给她带来了太大的影响 首先当年何润东在爆料这件事情的时候 并没有点出那个女明星的具体名字 她和白雪的确在剧组里面有过见面和合作的机会 但是不能说她说的那个人一定是白雪 只能说白雪消失的时间和何润东的爆料正好对上而已 第二娱乐圈无论是男明星还是女明星 在白雪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尤其是拍摄一些灵异类型的电影之时 遇到的种种情况都会被人们下意识地往这方面想 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而已 第三白雪在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以后也曾经说过 她当年退出娱乐圈是想要换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从她晒出的一些近照中也能够看得出来 她应该是定居在了外国 过上了旅行和家庭平衡的生活 这对于她这样的女明星来说反而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各位网友你们认为何润东的爆料究竟是真是假呢